好,來到這個《九亢亢有聲》星期四版 先說說第2、3節說什麼 第3節就是國際環節 國際環節會說兩宗新聞 第一就是德國防長認為俄羅斯要交代為何他在烏克蘭爭兵 這件事當然很無契 你認為別人要做,別人的反應是怎樣 別人的反應當然是彩你有美 但這也很反映了為何現在香港很多 甚至歐美都有很多有關國際關係的評論 或者香港的時事KOL 他們會覺得拜登在做很多事情 如果這件事是在十幾年前,即是在90年代奧巴馬時期 的確,當時的國際關係沒有那麼緊張 甚至乎你說到葉利欽時期 大家都在美俄蜜月期的話 這些客壞有用 但當這班人還停留在20年前的概念 其實今天已經過了時間了 另外當然也會再順帶去看 就是為何以前不合理的這件事 譬如向對方以口頭作為一個警告 譴責或者要求 為何今時今日不合理呢 為何這件事會導致我們香港的時事KOL 因為全部對於國際的營造評估都會錯了 還有就是這個 相比台灣、印度來說 烏克蘭打仗的機會是會大一百倍的 為何會大一百倍呢 這個我都會在第三節去說 另外當然很重要的一則新聞 就是拜登宣布在911之前 會在阿富汗設兵 阿富汗其實有一個外號叫做帝國墳墓 因為很多強權的人都曾經嘗試征服阿富汗 最後都是失敗收場 近代有三個國家 包括英國、蘇聯和今日的美國 其實都很好笑的 因為當日這個拜登團隊 或者很多左派的民主黨支持的外交專家 就不停批評特朗普是不應該從阿富汗設兵 但現在去到設兵那一刻 所有人的聲音都靜了 你很明顯看到 在美國媒體所謂的時事評論 其實背後都是阿杰達 因為如果你是公正的話 你就應該現在要譴責拜登 跟你當日譴責特朗普 為何要提前在阿富汗設兵的理據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這班人就是靜了 還有我亦都會去說 其實阿富汗當然有很多東西值得說 譬如在打鴉片戰爭之前 英國的軍隊就在阿富汗 輸了一場非常慘烈的一個戰役 所有的 我們說的英國兵團 只剩下幾百人可以被俘虜 其他全部死了 你想想 我們經常都說 英國打這個鴉片戰爭 是因為船堅爆離 中國的科技很落後 為何他們在打鴉片戰爭之前 去攻擊阿富汗這個地方 在一個更加落後的地區 他們會慘敗呢 所以現在那些教科書所說的鴉片戰爭歷史 有很多其實你會發覺是很不正確的 所以教育局說要去更正那些的事實 其實我覺得是對的 只不過問題就是你更正那個方向 就是令到件事更加錯了 至於第二節呢 我就會去說說輕德學校那個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 就去被他們的繼母和生父虐待致死事件 當中在作工的過程 亦都會牽涉了 包括他那些的家人 包括那間學校的校長 老師 全部其實都要對這個小蚊女的死 都是負上責任 尤其是那班主任 那這個當然也會去說 其實在這個香港教育界 有很多人說得是對的 就是充滿著我們所謂叫教畜 就是沒有人性 根本不是喜歡小朋友而做這份工作 結果對很多小朋友的成長其實是一個災難 而教育局是完全不去正史的東西 就是你這麼喜歡停牌 為什麼不是停這些老師的牌 停這些校長的牌呢 為什麼會是停那些教錯鴉片戰爭的老師的牌呢 就是這些完全是不可理喻 另外也順便回應一下蕭生 他說他一生人最討厭就是不孝順父母 還有是不善待小朋友的人 那我可以跟他說 不善待小朋友的人的確應該天諸地面 但是不孝順父母的人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也不同意他的說法 當然也順便駁斥就是他經常堅持所有人 如果生到小朋友的話就應該生小朋友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生到小朋友的人就應該生小朋友 結果就會釀成很多悲劇 還有當然可能會說多一點點是發生的 如果有時間 繼續會說小朋友賣樓之亂 那我又不是說劉細良 其實我是說我猜不到這件事會牽動了 是令到這個黃標KOL之間 是發生世界大戰 但是我要視乎一個時間 那有時間才說 沒有時間就說少一些 或者再拆開 什麼時候有心情說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我都拆開了沒有說 我譬如《進擊的巨人》本這星期說 結果我都找不到位置 可能要再退下去說 好了 但是第一節會說什麼呢 其實第一節主要就是要說 這個選舉條令的修訂 其實現在我們說 最新所謂要追加的修訂 就是因為在上一輪的修訂 曾經提過一件事就是 就是他們曾經說過 就是既然沒有得 就是那個選舉已經是 一面倒對建制派有利 所有支持民主支持抗爭的人 近乎沒有入閘機會 那我們不玩了 開始有些人提出要投白票 投廢票 那你就很容易看到一個人治的 專制獨裁社會 通常怎樣去處理一件事 我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面 很多東西是要說什麼呢 我們所謂的法治原則就是 我們不能夠從一個感性的角度去進行立法 或者實施一些行政命令 尤其是選舉相關的事情 因為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用一個感性的角度來做的話 那些的政策是會很不穩定的 但是為什麼會多了一段時間就是說 不能夠 被人去鼓吹投白票 投廢票 或者不投票呢 就是因為有一班人說要這樣做 然後那些的獨裁政府就覺得 喂 你想這樣做嗎 我就立法 就是當那個權力不能夠受制約 他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時候 這些情況就會很容易出現 其實原先這個特區政府 或者共產黨政府 完全沒有想過這件事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在第一輪 那個所謂人大的政改立法 是從來沒有提到不讓別人投廢票 投反對票 以及不投票 那就是因為有人說了這件事 於是他就立法了 那這些其實就是一些 就是我們說 很專制的國家 權力不受制約的領導 是很容易或者很喜歡做這件事 我這個人看不到 我就立法 而這一個也是令到香港的法治層次 就由我們說本身都不是好 好 降到最尾二個級 就是這個 其實可以說是尾三個級 就是這個 依法施政 但是這個依法施政 其實那個法律 是沒有受過任何約束而制定的 我經常說 民主法治有五個階級 第一個就是 無法無天 這個就是最原始社會 接著就是有法可依 於是會有一些人去制定一些法律 但是這些法律 有一些人是例外的 譬如以前君主專制國家 受尊說君主與庶民同聚 但是其實都深知肚明 權貴是不需要這套法律的 那麼再上一級 就是依法施政 依法施政 就是基本上那些國家或者政權 會很標榜 他們會依循法律去執行這個 去執法的 但是問題呢 就是法律的編寫和制定 是完全和人民是脫節的 是完全支持這個統治者 而再上一級 才是去到這個 以法限權 就是要用這個法律 去限制這個政府權力 但是現在因為那個法律 是任由這個政府制定的 我們已經是去不到這個階級的了 以前香港就是由第三和第四級之間 現在已經是倒退到第三級 甚至是倒退到底 因為現在你都會發覺 律政司選擇性執法 其實他都不是依法施政 他都是偏幫某些人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是跌到第二和第三級之間 就是有法可依和依法施政之間 所以有很多人不停在說 香港還有法治 我覺得這真是笑話 我一早已經看穿了這件事 然後去到最高的那級就是以法大義 就是用法律去實踐這個社會公義 當然我們遠遠都沒有去到這個位 但是這個所謂禁止公眾煽惑 投白票、不投票和投廢票 其實另一個角度我們都會看到 就是一個獨裁國家的執法 很多時候都是諸心論的 諸心論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看你的行為的 他是評估你的動機 如果你是有這個違法的心態的話 他就可以拘捕你 很簡單 投白票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不投票或者反對政府都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我其實以前也有說過 建制派其實很多時候都跟這個政府是唱反調的 如果不是政府就不用數票 通常政府都會在提出議案之前 就已經說服建制派去投贊成票 但有時候那個立場或者利益是很爭奪得很激烈的時候 他們就會投反對票 其實建制派也是會投反對票 甚至乎他們會發覺議案是對他們的選民不利的時候 他們是會直接投票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因為你不看立法會 香港黃班、黃標、KOL 有多少人知道其實建制派不止一次拉布 除了梁家樓曾經就過這個委會改革拉布之外 趙家樓曾經就過這個禁止電子煙的議案拉布 而石禮謙也就過這個垃圾徵費曾經進行拉布 而通常建制派的拉布都是成功的 因為問題就是民主派通常都不會幫政府去展報 第二樣東西就是他們拉布的議程通常都跟政治原則無關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成功 但是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其實上次我也說有一件事很荒謬 就是垃圾徵費石禮謙拉布 而許智峰就堅持反拉布 結果展報的人是民主派 拉布的人是建制派 這麼荒謬的事情都有 但是為什麼建制派可以做這些事情 泛民的支持者說泛民本身搞初選 民建聯也有初選 為什麼泛民搞初選就是會坐牢呢 為什麼建制派可以投反對表 投白票 甚至不投票 泛民的角度來說 他們做這件事 現在就違反選舉條例呢 當然就是因為現在共產黨的判斷就是 如果你做一件事 是立心要跟這個特區政府 或者跟共產黨過不去的 你就違反國安法 或者就算他不用國安法懲治你 他都會立一些新的選舉條例 令到你是有罪 那我是說 如果你是投泛民 其實你是沒有罪的 或者你支持其他人投泛民是沒有罪的 但是如果你支持其他泛民的目的 是為了要奪權 為了要拿這個立法會超過35席 那這個就是犯法了 那這個就是當初這個沈旭暉 就是做了一個拆船 然後引人上去 我現在就一網打盡了 好了 初選其實不是犯法的 但是如果你搞一個初選 是為了要奪取立法會過半數的議席 然後參加初選的人都會承諾 是要坦滿議會呢 那你搞一個初選就犯法了 民建聯搞一個初選 是為了令到建制派過半 然後成為這個特首的裝腳 或者成為他的忠誠的廢物 那他就不犯法了 好了 現在白票 廢票和不投票都是一樣 你做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做這件事 是為了要挑戰這個特區政府的權威 或者共產黨的權威 你就犯法了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我再進一步告訴你 雖然現在沒有人有組織這樣做 我現在經常都說加速 加速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招土 其實我們曾經提到這個概念 就是招土投建制 那其實投建制 如果你的立心 不是為了令到這個政府順利施政 而好像我以前說過招土派的其中一個理論 就是你如果是想這個 中共政權加速滅亡 你就要全力去投建制 令到這個政府失去制衡 令到這個人民對這個議會完全失望 然後他們回歸街頭 用抗爭的形式 表達他們對這個政府的不滿 那你就犯了國安法 或者你就犯了這個選舉條例 你就要坐牢 所以現在還未立這條法 未立這條法的原因就是 沒有一個足夠力量的人去說這件事 如果有一定數量的人說 我們就是為了要投建制 就是要加速中共滅亡的話 那你就犯法了 這個就是我想說 現在在香港所謂那個立法的條文 其實是不重要的 就是瓦岳、蔡子強那些 還按摩不停地探討 現在的選區劃分小了 泛民小黨很難可以在這些選舉中贏 就是收檔了你們 分析什麼 或者這個共產黨政府 現在在這個香港的選舉制度裡面 好像加了十把鎖 再加上有閉路電視 紅外線防盜裝置 完全不明白他做什麼 你廢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特區政府要這樣做 我之前已經說過很簡單 喂 現在這個中共 隨時都要跟歐美地方重新談判 那麼他不在香港的選舉制度 加了幾把鎖 到時怎樣做籌碼 現在加了十把鎖 將來跟拜登政府談得到 那就減回五把鎖 再加上 因為基本法仍然是說 香港的選舉要從最佔進 達到最終普選 現在加了十把鎖 到時搞政改 就減回三把鎖 減回四把鎖 這個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 你蔡子強和馬岳可以收皮 另外我亦都覺得 有一件事值得說 是這個 所謂諸心論 其實都不限於共產黨 所謂諸心論的意思是 你怎樣用你的行為 去證明自己是正確也好 你都是鬼 你都是想推翻共產黨 而你都應該要被清算 或者要被拘禁 其實泛民的政治概念也是一樣 我還記得當日 明明我們這些招土派 或者本土派 都有罵共產黨 那他不行 首先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花超過六成 不知為何計算到這麼準 要花60%的時間去罵共產黨 那你才是我們自己人 如果你用了超過一半時間 去批評泛民 你就是鬼 又或者 你不要以為那些人 罵共產黨 就代表他是支持民主 他假裝的 他其實就是想 假裝批評共產黨 假裝罵習近平 然後打入泛民圈子 然後搞風分化 搞散我們這個民主運動 說到最後 其實泛民和共產黨的本質都是一樣 他們都覺得 只有泛民大台 才能夠可以稱之為民主派 所有針對這個泛民大台 作批評的人 你不是不可以批評 好像我講建制派一樣 你不是不可以罵政府 但是你不可以拆了這個泛民大台 你不可以推翻這個特區政府 如果你想拆泛民大台 那你就是共產黨派來的鬼 我心想為什麼我一定要靠泛民大台 爭取民主呢 為什麼我支持民主 是不可以批評這個泛民主派呢 在泛民的角度就是不行的 然後我告訴你 我也有罵習近平的 我也有鼓吹 就是說要用抗爭爭取民主 不行 因為你是假裝出來的 這些就叫諸心論 而諸心論最常用在哪裡呢 就是劉細良 就是花生台 就是泛民的喉舌 所以不要跟我說 這個共產黨有多卑鄙無恥 原因其實就是在於 其實泛民和共產黨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記得當日在立法會初選 其實其實很早幾屆 這個泛民選舉已經這麼說 他說 如果你投建制 當然你是支持這個共產黨 但是如果你不是投白票 或者如果你是不投票 其實你都是益了這個建制派當選 所以你都不是支持民主的 好了 就算你是支持那個民主派 如果那個民主派不是泛民大台陰點的 那你也是在戒票 你也是讓泛民當選的機會小了 所以你也是鬼 所有的邏輯其實一模一樣 分別只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在於這個共產黨有權 你泛民就無權 其實泛民不是無權 泛民都搭了一個大台出來 誰不聽大台說 誰就是鬼 只有依大台的方式去參與這個選舉機制 例如初選 你才能夠獲得泛民的承認 這個就是泛民一路的想法 只不過現在你的大台散開了 就變成那幫黃標KOL在繼續捉鬼 好了 現在梁仲恆就在海外呼籲人投票 我先不評論 其實我對於究竟應不應該再投票 我還是覺得應該觀察一下 我都還未落定論 我想我自己的想法都未成熟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梁仲恆就做了一個好好的榜樣 或者一個好的示範告訴大家 一個海外流亡的KOL 他應該要做什麼 我不是鼓吹大家 或者鼓吹其他人做這件事 我只是客觀分析 那些所謂在海外的KOL 經常都說什麼 經常都說 我去到海外 我才能夠暢所欲言 我才能夠批評這個政府 批評共產黨 你留意這幫人 他們所有的批評 其實全部都是留一手 你說罵林鄭 我們也有罵林鄭 這個台也有罵林鄭 雖然你可以說這個台是博拉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都還未走 那你走什麼差事 你說的東西跟什麼分別 然後你留意 每當足够批評共產黨批評習近平的時候 劉細良、蕭先生的黃標KOL 就留守了 就會用那些紙桑罵懷的方式 會刮某些字 會用一些代號的代表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在香港還有生意 喂 如果激怒共產黨 連香港的生意都沒辦法怎麼辦 但我只是想說 當然 我經常都說我很包容 你香港有生意 我覺得你有這樣的顧忌 沒有問題 但麻煩你那幫黃絲 就不要在那裡吹 就說 海外KOL說話就更加感言 海外KOL 根本就更縮骨 現在還在香港的KOL 因為其實他們一樣是受到一些東西捆綁 所以有些東西他一樣是不敢說 其實蕭先生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認識一些海外KOL 他們現在都收聲 他們現在都說話小心了 其實蕭先生是最老實的 他就是告訴你 根本在海外的KOL 跟在香港是沒有分別 所以拜託不要跟我說 在海外的KOL 他們真的賭心賭命 我聽說什麼叫敢言 梁仲恒這些叫敢言 梁仲恒說完這句話 他回香港就會被捕 我想問劉細良現在回香港 他會不會被捕 有哪一件事他會被捕 他罵政府 我現在也罵政府 他罵共產黨已經不夠 已經不再這樣罵 那麼狠 不敢鼓吹海外去制裁香港 你問一下他 你現在找些人 找些人去罵 雖然他一定會被捕 你問一下現在城寨 可以不敢做個節目 在海外的 呼籲人去制裁香港和中國 當然不敢了 收皮了 然後再轉一步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在海外 根本做些事跟香港一樣 那你不要跟我說你流亡在海外 你只不過是移民海外 而你移民海外 當然你是怕死 我未必會否認這個原因 但是問題就是 你怕死 跟香港人是沒有關係的 真真正正 你可以告訴我 我就覺得要立個頭銘狀 就是梁仲恒這些 喂 他在海外就不能回香港了 我們完全知道 一回香港就會被捕 你們這些黃標 黃標KOL敢下這個投名狀 這個就是一個最低消費 你留意一下這些黃標KOL 他敢不敢公開呼籲 好像梁仲恒那樣 呼籲香港市民不投費票 如果不敢做這件事 其實就不要跟我說 什麼流亡海外 你只是在海外移民 這個投名狀就是一個 最標準的就是 我現在在香港不敢說 因為這樣在香港說 立刻犯法 立刻就抓去坐牢 但是這些垃圾不敢說 就拜託不要跟我說 你在海外 是比香港更加禁言 好 這集就到這裡